各位早安 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在今天的分享之前 先提醒今天星期天 所以我们各地道场 应该在 特别是海外 在当地早上 星期天早上十点钟 会有直播的共修法会 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因为有一个话题 我觉得特别要讲一下 不过先讲一个比较简短的 有一位我们观众菩萨说 请问已经加入了国际佛光会 为什么还要再加入道场里的佛光会呢 我想你已经是国际佛光会的会员 就不需要在在哪里再去登记了 那佛光会就是佛光会 没有所谓的道场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佛光会 应该我想你应该是知道 佛光会就是一加入就终身的了 那没有再分是在哪里 比如说你可能搬家 那你搬家你可以转移 就是签会籍 比如说你是同一个city 只是这一区到那一区 有不同分会 那你要转移这个会员的资料 但如果你是从这个美国 搬到欧洲哪里 这个欧欧跨国 那这个会籍就要联络要转过去 所以不用重新再加入什么 也没有所谓道场里面有 另外的佛光会 佛光会只有一个 好这个简单说一下 另外呢有一个 有几个层面要回答 就就着一个回答 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说 我在农村出生长大 来到纽约之前 我都以为佛经理包含算命看风水 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讲 觉得算命问谱很神奇 我就说我也想去出家 学习佛教帮别人算命 我唐嫂说要求上大学 以上学历才可以 因为你要看得懂经文 还有我想请法师开示 帮人驱邪和算黄道吉日 还有喝符咒水 这些都是佛教吗 还有如前面提到 我没有读过大学 看不懂经文 是不能出家的吗 他一个这个提问里头 其实涵盖很多 我首先要讲佛教 是你最后那个谈到说 我没有什么学历 我就不能出家吗 出家不是看学历 是看发心 是看你的根基适合不适合 所以当然你在世间上的学历 这应该讲你的知识 如果多一些你来看 也许是比较容易一点 但我要讲也有可能有文字障碍 叫文字障或者叫所知障 所以没有学历不是直接关联什么 不是这样 你看我们所认识的有一些 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傅 尤其早期的 他们不一定有受过教育 读书 试制 但是他们一句阿弥陀佛 念到来 很多的经典他们看得懂 所以学历不是决定什么 不是绝对 但是你要讲到说出家的条件 正知正见 这个出家之道要正常 作为一个出家修行的人 你是知道你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不是养老 更加不是养病 那应该是出家是你要来 就是把你修行所学的 然后再来就是分享 就教导给别人这样 所以是要来当老师的 人天师范 你想你要当老师 那你应该要具备什么 那特别是在佛光山这方面 就你要出家之前 你要读佛学院 你要了解 我为什么要出家 我适合出家吗 还有 我适合在佛光山出家吗 佛光山是菩萨道场 如果你是比较 希望自修 自了 自己怎么样 那不适合了 因为你如果勉强 哎呀我也很喜欢佛光山 你勉强这样 一来佛光山要审核 几个 几个从老师 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人事部门 要跟你谈话 要帮你厘清 所以一般讲 比较少有这种错误 那除非有人 就是没有老实说 就是他激发不了那个心 然后又只是想 哎呀我就是在这里 可以生活就好 像这样 你在佛光山你会很辛苦 也可以讲很痛苦 因为大家都那么发心 大家要承担 都是无我的 一直在忙着 你自己不想这样子 你在佛光山你会很辛苦 当然在佛光山 其他的法师也会很辛苦 然后怎么办呢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 这不适合在佛光山 所以我想学历不是主要的 导师你比如以佛光山来讲 第一个你一定要认同 认同完全的接受 而且要 就用你所有的生命 你要去弘扬人间佛教的嘛 所以你自己要健全 我刚讲健全就包含正常 出家人不可以弄得怪里怪气的 怪怪的这样 这些不好 那总是 这样子 那另外您有很大的一个段落提到 什么算命啊 看风水啊 喝福咒水啊 驱邪啊 折日啊 就选黄道基日等等这些 这一些你问都是佛教的吗 都不是 这些叫做迷信 这些是耽误佛教 可以讲障碍佛教 很久了 很多人是因为这样 哎呀佛教 他们以为了 哎呀要喝福咒水 他们以为这些迷信 通通把这个都算到佛教的障上去了 然后就说 哎呀这个佛教迷信了 不值得信了 哎呀不可以去 所以是障碍 这些 不管他有没有假借佛教的名义 在民俗上 民间信仰上 很多人误解 以为这一些 所以一讲到 说我们要皈依三宝 要正信佛教 有一些人就说 哎你不要跟着去迷信 哦这样 其实是 也是误解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 什么叫正知正确 正见 正确的知道 正确的见解 不要再受这些影响 实在说 今天谈到这个风水 我也不用去看风水书 什么前珠雀后玄武 左青龙右白虎 这些种种 这还要去看什么风水书 左青龙右白虎 青龙就是交通顺畅 马路开通 右白虎 小河流水 这风景多好啊 后玄武就是 你这个地势上后有靠山 就你不是孤立 你有靠山 那前珠雀有广场 空间这么好 这种地方 哪要看什么风水书才知道 一般的人 你要选择自己的地方 不都是这样吗 还有说什么 什么床 不可以在凉的下面 否则一辈子不长进 还有你的这个座位 办公室的桌子 这个不可以背对着门 否则犯小人 这还用你说吗 就是说还要 还要什么什么风水地理书来说 想想看 你睡觉的地方 突然有一个地方特别压迫感 就是说 这个 这个乌凉 就从你 你这样 这个上方这样经过 你睡觉总觉得 好像这个地方特别 有一种压迫感 睡不好 这你不能讲说 这样 因为这个 这个风水这样 这个居家安排不好 所以人容易生病 所以不得 郁郁不得治 其实就是有压迫感 所以你睡不好 这是人之常情 就很自然 你可以自己判断 所以一般我们不会把床 放到那个有压迫感的地方 那刚刚讲说 桌子 不要背对门 你想 你要做生意 开门建山 要做生意 门打开 看到人就招呼 欢迎欢迎 请进请进 但如果你是背对着门 人来人往 你都不知道 就算你背后 有员工在讲你的什么话 你也不知道 而且你没有关照得到 没有注意得到 人家也容易讲你 这个叫犯小人 那这个 也不用什么风水书去说 我觉得 这些是常理判断 你要明理的人 你自然这个桌子 就好像吃饭 主客在哪里 主人在哪里 就像这个 这个坐车 真正的 这个第一 重要的人 他就好像 比如讲 今天总统坐车 你想他会坐哪里 这个摄影记者 大家要采访他 这门一开 摄影记者会拍哪里 这个你不用讲说 因为那个位置风水特别好 不是的 就是 他一定是一下来 人家就要采访他 他不会坐在内侧的 那总是 我想这些 常理可以推断 就是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它是合理的 所以不用去迷信 那一些 比如讲说 这个 放食物的 这个 以前叫做食物栏 还是碗栏 那个柜子 碗厨 那叫碗厨 放那个厨柜 不可以 什么屋子的 什么东北角 西南角 什么角 就哪一个角落 否则这一家人 都会生病 你听起来 就是很 好像很悬 有些人就很迷信 很怕 其实不是 我们在北半球 这个日照怎么样 你把食物整天放在那个太阳晒的地方 以前没有冰箱嘛 当然了 你常常吃那个太阳晒到 它都已经快快 长菌又腐坏掉的 不生病也奇怪 那如果到南半球去 就不一样哦 如果你的房子的坐向不同 日晒情况不同 其实结果是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 总是你不要把食物放到那个太阳 整天照着晒着的地方 它容易变质嘛 变质的家里头人吃了容易生病嘛 所以这个都不用 不用迷信 我要讲不用迷信 你是一个明理的人 这个东西摆在哪里的道理 你要知道 人 人的位置 这个地理 人有人理 地有地理 这个道有道理 它总有一个理在 明理的人就知道怎么做 不需要去迷信 说这个请谁来看 请谁来算 都不需要 今天借着这个问题 虽然说 也谈到 问到什么符咒水这些 都是我们要去 怎么讲 要去改良的这些迷信 那也谈到出家 我要讲学历 不是主要的 是看发心 看你的相应 你在什么道场 你相不相应 那有没有正知正见 还有真正 我还是要讲这句 出家不是来养老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 就是说 鼓励说 你要出家 你要趁年轻 因为你要学很多 你将来才可以承担很多 你要来当老师的 所以不是养老 不是养病 今天就 就着这个问题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 真的要有正知正见 正见 正见就像你要照相 以前那个 那个专业的照相机 不是要对焦距吗 焦距要调好了 你看什么都清楚 如果焦距都不对了 你看什么都模模糊糊 看不清楚 所以你学习佛法 今天在我们早安佛光 大家四面八方的朋友们 大家可能过去接触的 不一样 那有的是正性的 佛教道场在学习 那有的是比较偏重 民间一般 听说这个 听说那个 其实都不用担心 我非常欢迎 像我们这位菩萨 这位朋友 他这样问问题 你不用担心说 我是不是问得很好笑 这个差距很大 老问一些 好像没有智慧的话 你不要担心 因为您提问 我才有机会讲 像我讲刚刚那些风水 我其实讲了很多 人家一般书里头要写 要去请人来看来算 我说你听了之后 你就不用请那些人来看 讲得天花乱坠 然后你就六神无主了 本来生活的还挺好的 突然听这个看那个 就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生活 所以你正信佛法 你就跟着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早安佛逛 可以多少知道一点 另外我想我们各个道场 都有在讲佛学班 其他道场 因为很多人在讲 那你能够得益正信 我也看到 最近有看一些法师不错 有些道场不错 但毕竟这个太广泛了 那我所能够了解 就是确认的 那是佛光山的佛学院 就是人间学院 我们北美人间学院 你可以去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 报名连结 再放到我们这一集底下来 那么可以的话 你还是就在 人间学院佛学班里头 继续再听再学 打基础开始 很好了 欢迎入门 也欢迎进步 欢迎继续 自我提升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